這個不用用到Spo Plus模式 Spo Plus模式就已經很狂暴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小汽車觀點 今天為大家試駕的車是LASUS RCF Track Edition 一個特別版的車子 我們都知道在長久以來在中型的轎跑車市場 特別是豪華品牌這一塊都有一個固定的族群在支持 像是BMW的M4或者是Mercedes-Benz的C63 大部分都會凸顯個性化的一些訴求 比如說外觀有不一樣的套件或者是有輕量化 甚至是性能的加強 剎車的強化 底盤的強化等等 LASUS以往在這一塊其實是著墨比較少 特別是在台灣市場 其實大家對性能化的LASUS其實印象是比較弱的 但是隨著RCF的引進 其實LASUS現在終於有一款可以跟雙B 甚至其他豪華品牌相較的性能化轎跑車的車款 Track Edition其實它就是以一個賽道為發想的原則來打造的車款 它是基於原本的RCF的車款來添加一些套件 讓它看起來更有個性化和更加的運動化 那我們在外觀上看起來當然首先印入眼簾的是LASUS的仿錘型水箱護照 但它的外框的鍍鉤採用啞黑型的鍍鉤 下方的話有Track Edition Carbon的下擾流板 頭燈的話是LED的頭燈 引擎蓋搭配的也是CFRP搭配進氣孔 那引擎蓋下方就是在車的精髓 5.0L V8引擎 最大馬力是464匹 在7100轉的時候 那對照M4的450P和C63的476P的話 可以說是在博重之間 那最大扭力呢 有來到53.0KGM 在4800轉的時候發生 那搭配的是8速的手自排變速系統 側面造型的Track Edition 它升級為19吋的輪圈 那它的輪胎的尺寸是2535R19的尺寸 那後面是前後配的 所以是275 35R19的輪胎尺寸 那輪圈的話呢 Track Edition是鍛造的鋁圈 裡面還有陶瓷煞車系統 那它的卡鉗也非常的大 是紅色的設計 那車頂的部分 它採用的也是CFRP的設定 相當的輕 那當然車側是一個正統的Coupe的造型 看起來算是相當飄逸的 那其實我覺得看M4或者是C63相比的話 乖張的外型的程度都已經有了 車尾來看當然跟一般RCF差不多 不過視覺消點一定都在這一支大型的圍翼上 這一支大型的圍翼呢 是CFRP就是Carbon的設計 那下方的話一樣有擾流的套件 那排氣管的話是四出 而且排氣管的尾管看起來造型相當特別 那它的分流器也是Carbon的一個造型 那看起來整個從車尾看氣勢相當強的 那打開來行李箱有366公升 整個空間算是還蠻夠用的 特別是如果是一個Coupe的設計的話 那這個行李箱容積我覺得是不錯的 好現在我們來看到RCF Track Edition的內裝 我覺得坐進來感覺相當的熱血沸騰 因為相當多的元素是用紅色來堆砌的 包括它的中控台的縫皮的材質啊 包包門飾板和座椅甚至地毯都是 飾板的部分它甚至採用了紅色Carbon的飾板 看起來質感相當好而且非常的特別 那在方向盤的部分呢它採用的是三幅式的設計 但是它不是平靶式的方向盤 那在下半部除了有F的LOGO之外 它也用了紅色的真皮 那觸款當然是相當好的 那方向盤上面呢有換檔撥片 這一次LSS變成了標配了 但是它沒有全速域的ACC 也沒有車道維持系統 也沒有完全煞停的功能 這比較可惜 其實它整個內裝的架構 是以這一代的IS為基調 包括整個儀表台看起來是相當像的 那當然質感的話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自發光的儀表呢它是採用虛擬式的設計 左側有一個資訊屏幕的顯示 中間的話是轉速表 是虛擬的儀表 時速表呢是傳統式的自發光的設計 中控的車載系統呢 它是採用remotouch的手寫板的方式去做觸控 這也是LASERS慣用的一些手法 那整個操作介面我覺得都相當人性化 那坐在這裡頭 當然這車不是一般的轎車啦 還是主要以追求個人的操控樂趣為主 所以剛剛介紹過整個車內的氛圍 紅色是相當跳的 那坐在這個座椅裡面的包覆性非常的好 那後座的話當然這個雙門的Coupe 後座不是載人的重點 但是跟跑車比較起來的話 其實這一台車的後座我覺得算是寬敞啦 相對來講寬敞 好我們現在來看到RCF Track Edition的底盤 LASERS近年來的底盤平整化 可以說功夫琢磨相當的深 每一個車款底盤的平整化都是很重要的工程 那RCF這個跑車化的車款當然不例外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車的底盤幾乎都是平整化的 而且它底盤的好料用的蠻多的 哪些好料我們接著來看 它的副車架是採用鋁合金製的 這相當的特別也可以有效的減重 那懸吊的機構前輪獨立的雙A倍式 它的上A倍下A倍都採用的是鋁合金的材質 包括中間的仰角也是鋁合金製的 Track Edition的話它是陶瓷的煞車 那碟盤相當的大 它搭配很大的卡鉗 油體殼下方它有一個算是一個拉桿 來拉住下方 因為這台車是5.0升的V8引擎 所以它的排氣管是分兩側來走的 是相當對稱的 因為底盤的剛性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拉桿和補強的裝置 包括變速箱後方 它有一個支托架鋁合金的 把左右相連在一起 還有用鐵製的鋼板再拉一段 那這不像一般的車 做的是小小一條 這幾乎是兩倍的寬度 但中間是鏤空的 增強它的剛性和偷一些重量 油箱的配置基本上它非常的講究配重 所以左右的容積是一樣的 是橫跨左右的 差速器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它散熱期做的相當的多 可以應付我們賽道或者是一般激烈操控散熱的需求 後懸吊部分是標準的多連桿的配置 它其實是一種變形的雙A臂 那大部分的拉桿全部都是鋁合金的材質 那只有在一根小小的拖曳壁這部分採用的是鐵件 下肢背它也是鋁合金的材質 而且下面有導流片 那最後面有一根這個連桿也是鋁合金的 可以看到可以稍微調一點角度 那當然在後方的連桿和補強方面非常的多 包括橫方有一根補強拉樑 也有一根跟懸吊的一個補強樑 兩側都有 可以看得出這一台車其實底盤上 做起來是相當用心的 所以與德系的統一競爭對手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底盤的用心程度 以實際上目視看來是不分宣置的喔 我們今天終於開到RCF了 5.0升V8的Lasers 開起來什麼感覺呢 你說它職業的競爭對手是M4或者是C63的話 你用這角度來比的話 這一台車提供給你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它是5.0升自然進擊 我覺得比較有大排氣量的這種優勢 開起來確實動力算是滿綿緣不絕的那種感覺 但是很奇怪喔 前段喔 轉速的前段又覺得輸出不是那麼樣的多啦 轉速拉高之後才會有圓圓不絕的感覺 但它和以前C63還是6300cc那時候的感覺 又不太一樣 算是比較柔順型的狂暴啊 它算是動靜皆宜啊 而且我覺得比較意外一點是 它這樣的性能 車它把行路性做得非常好 就雖然19吋的圈35的扁平比 再加上懸吊它應該還有特別的調教喔 但是開起來基本上舒適性我覺得是還滿不錯的 而且它把LASUS一貫的那種舒適性跟行路的質感 做得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行路的質感是我喜歡的LASUS 它在保有操控穩定性的基礎上面 又給你很不錯的行路性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滿融合的算非常不錯的 它有四種模式喔 我ECO模式當然是很平順 那SPORT模式的話 我覺得它就進入了一個比較高性能的模式喔 轉速一旦拉上來之後 那個澎湃的那個八缸引擎 還有大排氣量的聲音喔 就會讓你覺得說哇開這車很爽啊 真的非常有樂趣的模式 那我覺得這一台車開起來 我個人覺得它是滿適合一般的時候用的 你要開它上下班 我覺得OK喔 還滿舒適的喔 也有一個後座 但是後座不搭 當然喔買雙門車來講的後座載人機率少 特別是這種新能車 日常實用性我覺得它兼顧到了 那熱血的成分有沒有呢 我覺得有 當然這台車不是手排 這是自排的變速箱 當然這一區八速手自排的變速箱 我覺得在適當的模式 比如說手排模式 加上SPORT或甚至SPORT PLUS的模式來使用的話 駕駛樂趣我覺得給的還算滿足的 那當然Lazos的車喔 我覺得可能在年輕一點 消費者來開的話 會覺得不夠直接 但它操控也很棒 安定性也很棒 然後駕駛樂趣也都有 但唯一的就是有點隔靴搔癢的感覺啦 但如果你的年紀像我一樣 甚至比我還在年長一些的話 搞不好會比較對味耶 因為我們不見得像年輕的時候 需要那種很激情的聲音 但是適當的浪聲給我們 清楚聽得到但又不是特別的吵 這樣反而比較對味 而且這個懸吊開起來我覺得還滿不錯的喔 就是平常很舒適 比較適合年紀再長一點的 然後但是又還保有一些青春熱血的 消費者來買的話我覺得是還滿不錯的 那當然這個499萬接近500萬的價位 在有500萬的預算的時候 即便你認同LASERS RCF這樣的設定 但是在LASERS裡面又有更高階的LC可以選啊 那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LC是不是又一個更符合這個年紀 稍微到一個境界的時候的選擇 總之我覺得RCF Track Edition這樣的車非常的特別 比如說你是一個企業主 你不喜歡別人幫你開車 或者是在假日的時候或者是平常喔 你也可以稍微熱血的話 這一部車很適合 當然LASERS近年來也非常追求 它的駕駛樂趣和它操控樂趣 開完RCF特別是Track Edition之後 我覺得LASERS這個平台是在轉變的喔 它的轉變呢還不足以啦 爭取到很年輕化的課程 比如說像編到傳統的這一群課程 但是LASERS我覺得還是比較固守 比較中高齡的這一塊 但是它提供的產品喔 現階段來講我覺得非常符合 年紀忠誠的這群消費者的需求 即便是像這樣的產品 它和M4或者是C63的對比性還是很強的 有一點高調 然後開起來又很舒適 我覺得LASERS的客群會買單 這樣的整個乘坐的質感跟信仰 但你說硬體規格相比的話 都不會輸啦 無論是跟M4或者是跟C63比的 都是非常接近的 呈現的品牌調性 我想是最大的差異喔 今天試車就到這裡喔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利用底下的留言 跟我們廣大車友和我們做討論喔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覺得這個對於LASERS的 或者是說開罐日系高級平台的課程來講 這樣子算是很剛好 它我相信要做的再猛爆 或者是再直接一點 絕對沒問題啦 但是你說要去跟雙B搶客人嗎 你不如好好顧好你自己這一塊 然後把你自己認為的 價值樂趣和性能 很清楚的傳遞給你的消費者 讓他買單 這樣就好啦 我已經比較脫離那種非常熱血的年紀 好像不像統哥 這個越老越熱血 我的話我是真的隨著年紀 就慢慢的會有一些改變 那像我現在我就覺得如果經濟能力許可 然後又剛好要買一台這種方卡 然後兼顧日常需求的話 RCF我就會考慮 那特別是這個Track Edition 雖然說它貴了來到500萬的門檻了 但是我覺得它配的東西 我覺得算還蠻超值的 我覺得說蠻適合現在的我 頂賞 會不會再給我 我們在這兒 點個青音 這兒 點個青音 點個青音